看你一下,各位您的畫面我先切過來 那麼新制圖的話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 比如說如果你想的很多對不對 那是不是新制圖會很龐大 所以我如果在講的時候 我可以進到那個主題裡面講就好了 這樣就不用看到其他全部的會干擾到你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現在進到這個某一個主題裡面來了 對不對 那您看一下 我們先看看 那事實上最早期新制圖都是手繪的對不對 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網站 它是專門都在弄什麼 新制圖的那種手繪的分享 所以你可以到這邊看到有沒有 人家用手繪的也都畫得很厲害 當然其實我們不一定一定要畫得那麼漂亮 它是為了好看對不對 那麼您可以來這邊看看 你看這裡有一個 像這個蜜蜂的有沒有 蜜蜂的 這是開山祖師 蜂的技巧 它就講到很多啊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那 我把它稍微再拉過來一點 那你看第二個這裡還有 畫在紙上面的 事實上呢 這個如果說你覺得這樣視窗比較小 我們也可以把它開在下面 然後呢 把它變大 這樣是不是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對不對 你看 它也是密密麻麻的 紙畫而已 那 所以其實還蠻好玩的 那麼 你可以看到像另外這邊也是 這個 它把路徑通通像這樣做完 那麼 這個呢 都是一些手繪的一些範例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 我覺得我自己畫工還不錯 你就慢慢畫 當做一個 藝術品也是蠻好的 也是蠻好的 那 現在呢 瞭解這些 手繪的之後 我們來看看 這裡 這裡有一個那個 X-Mite軟體 它有介紹 用它的這個 清自圖畫的 好 您看一下 在這邊有一個 成品實力 您看一下 這是用電腦畫出來的 也是圖文並茂對不對 好 也是很多 那 當然 像 再往下一張 這也是一樣 有沒有 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 新制圖不見得說 你一定要 好像就由中間 這樣發想 你看像這個比較屬於 像什麼 像那個叫做 樹狀圖對不對 好 樹狀圖的 用這樣也可以啊 只要你自己習慣 然後你看得清楚 有一個最大原則 有一個最大原則 那 自己說內容的項目走廣 那就看你 你要變成 通通在同一頁 比如說我剛開始的時候 通通在同一頁 但是我真正等你到最後 我的資料 我就會把它稍微分開來 那才不會太急 才不會太急 所以 您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範例 那 它的 在線上呢 它有一個網站 就X-Mite的網站 你也可以去做分享 那別人也可以把你的這個新制度檔案就把它下載下來 好沒有 像這樣 對不對 大多數我們比較常看到的 都是由中心思考的方式 由中心向外輻射的方式來做 這樣是比較多 這樣比較多 您看像右手邊 它就有一個獨立的主題有沒有 獨立的 它就把它獨立出來 跟它裡面沒關係 這樣這個也是獨立的 有沒有 這也是獨立的 所以 不見得說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需要 就是 好像一個備注 或者是一個 額外的東西 那我又想到的 雖然跟這個沒關係 但是我把它記錄下來 以後搞不好有用 甚至又從那邊發想出其他的東西來 好 所以 這樣子應該看一看 各位就會比較清楚 那當然有些人他會喜歡 可能要插一些圖片在這邊 對不對 這些在我們的新制圖裡面 都是做得到的 你看像這樣有沒有 這邊也有插入一些圖片 這樣應該稍微有點了解了 下面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雨骨圖 這個就是所謂的雨骨圖 好 那麼 我們現在 大致上有個了解之後呢 下面這些 我想就 有機會各位再去看一看 後面這個呢 就是那個我們剛知二的那個 裡面有一些附件的 他會把你打開 給各位看一下說 他實際的一個做法 好 那 了解這樣的概念 我們就回來上面這邊 好 您可以看到 等一下呢 我們先跟 同學介紹一下 他的這個 授權方法 好不好 授權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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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